美國之音現在從美國首都華盛頓播送以下的粵語節目 免許林世雄的運輸及物流股局長 楊潤雄的文化體育及旅遊股局長的職務 其他新聞包括美國國會參議員聽取中國嚴台風電商的黑客攻擊情況回報後誓言採取行動 南韓執政黨反對彈劾總統而國防部長的請辭就獲准 在時事經緯話題中我們會報導分析南中國海對峙升級之際親中的假新聞席卷菲律賓 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以下請聽張富杰報告一節國際新聞 以下是美國之音的一節國際新聞 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四十二月五號出人意料地宣布撤換兩名高級官員 他表示此舉將最大限度地提升香港的社會和經濟效益 並幫助追趕其他旅遊目的地 各位香港市民我公佈今日中央人民政府依照基本法有關規定 根據我的提名和建議決定任命陳美寶為運輸及物流稿局長 羅淑沛為文化體育及旅遊稿局長 同時免去林世雄的運輸及物流稿局長 楊潤沛的文化體育及旅遊稿局長的職務 李家超說2019年香港已經經歷了疫情和抗議 需要迎頭趕上 我想為香港創造最大的社會和經濟效益 李家超又強調我們一直努力做得更好 又稱兩位局長將會充分利用他們的領導力和清晰解釋政策的能力 香港政府一直試圖舉辦一系列體育與文化活動 以及大型會議來吸引國際遊客 當局正計劃在12月11日到21日期間舉辦一場大型 紅貓嘉年華利用目前在香港海洋公園內的六隻大紅貓 根據最新的政府數據 自至2024年10月底的10個月內約有3,668萬人次訪港遊客 當局表示他們希望今年入境人數達到4,600萬人次 該數字仍然低於發生在2019年抗議和新冠疫情之前的高峰 在2018年入境香港的旅客人數超過6,500萬人次 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沙利文12月4日在華府智庫機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就強化美國國防工業基礎發表演說之後 接受提問時就美中國防工業基礎的優點缺點進行比較 他認為中國需要能夠靠國營企業迅速為解放軍製造武器彈藥 但缺乏創新能力 而且有嚴重貪腐問題 他相信美國在三個領域具有先天的優勢 沙利文是這麼說的 他說中國國防疫情算逐年增加縮勢和我們的差距 其次由於中國採用國家主導體制 各有企業與解放軍他們的軍隊密切合作 因此他們能夠指導生產 並以給我們以前做不到的更快速度擴大生產 而且他們亦都提升創新能力 不單是竊取技術和抄襲 還開發新系統 所以我認為我們必須非常重視中國的整體工業基礎能力 這是我們思考自己 以及盟友和夥伴需要做些什麼的關鍵因素 他認為美國在三個領域具有先天優勢 其中之一就是國有企業 需要能夠非常迅速地發出需求信號 生產關鍵彈藥和武器平台 但同樣地這些國有企業會制止或者限制創新 因此他相信美國在這方面 將會繼續保持優勢 沙利文繼續說 第二就是腐敗問題 我認為你所提到的國會報告及其他公開報道表示 在整個解放軍中 在收購、測試和報告 他擁有的國防能力方面都存在嚴重的腐敗問題 這個引發外界對現實與宣傳之間 是不是存在差距的真正疑問 美國政府機構 和網絡安全與基礎設施安全局等 都參加了這次閉門的簡報會 在戒嚴事件引發混亂之後 南韓國會星期四十二五號提出 針對總統尹錫悅的彈劾動議 同時被自責建議發動戒嚴令的國防部長 金龍顯辭職獲准 尹錫悅提名了新任國防部長 南韓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發言人對記者說 決定促成國會全體的會議 計劃在星期六十二月七號晚上 就尹錫悅彈劾案進行表決 台灣總統賴清德星期四十二月四號 在過境訪問美國太平洋屬地關島期間發表講話 呼籲理念相近的民主夥伴團結起來 對抗極權主義、捍衛民主 與維護印太地區的和平 賴清德星期三深夜抵達關島之後 他在停機坪上接受關島總督路內岸格雷羅 美國在台協會華盛頓總部執行理事 藍恩等人親自迎接 在當地停留一晚 這是賴清德出訪南太平洋三個友邦途中過境 美國的第二站 美國國會眾議院星期二十二月三號 無異議通過了跨黨派法案 保護美國產業和勞工免受國際貿易犯罪侵害法 這一項法案旨在打擊議員 會推動放寬對該行業的監管措施 特朗普將提名主要加密貨幣倡導者 保羅·亞特金斯擔任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 特朗普在競選活動中曾經承諾 要將美國打造成比特幣和加密貨幣的世界之都 亞特金斯曾經在2022年到2008年期間 擔任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委員 並於2009年創立風險顧問公司 中國著名的電商平台Tamu 因為未能獲得越南政府的必要許可 已經暫停在越南的營運 根據越南傳媒報導 該措施是Tamu在與越南工商部舉行會議後 所做出的 會中該平台被要求暫停它的服務 直到獲得正式許可為止 Tamu 遞屬於中國電子商務公司 並多多今年10月開始在越南提供服務 但因未獲越南官方許可 就啟動銷售和大打廣告 在當地引發質疑 Tamu 被要求必須在11月底前向越南政府註冊 否則它的越南網絡和應用程序將會被封鎖 越南工商部星期四12月5日表示 Tamu 因未能在11月底前完成 它在越南的商業註冊 已經被要求暫停在越南的營運 Tamu 的營運將會暫停 直至完成註冊程序 越南工商部一份聲明中表示 該平台已經提交在越南開展電子商務服務活動的申請 目前正在接受有關部門的審查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道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驚為 各位聽眾你好我是任敬陽 歡迎收看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 在美國之音中文報語中網站 網址是3w.voacantonese.com 在Facebook臉書網站的專頁名稱是美國之音粵語網 在YouTube的頻道名稱是VOA美國之音粵語 在X也即是前稱推特 以及Instagram的帳戶名稱就是VOA Cantonese 各位聽眾你現在也可以在Podcast網站 收聽美國之音粵語節目 我們的長編節目 見國史話、美國透視和海外港人 已經陸續上載到spotify.com 網站 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 收聽美國之音粵語節目 請你在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 搜尋見國史話、美國透視和海外港人 就可以找到有關的節目 如果你無法登陸我們的網站 你們可以使用塞封應用程式3 安全登陸任何被封殺的網站 如果你有興趣想獲得最新的塞封應用程式 請你發送電子右鍵 VOA Cantonese at SAI FENG 3 1.COM 你會立即收到免費的應用程式下載 並且安裝到電腦或任何移動設備 包括手機和平板電腦 你就可以自由上網 在這次美國之音時事經緣 我們會報導分析 美國電筒汽車業希望在特朗普執政下繼續成長 我們亦會報導分析 中國大學生畢業人數將達到1222萬人 不高失業率和學歷內捲 加劇社會的焦慮 不過首先我們分析有關 南中國海對市升級之際 親中的假新聞席捲菲律賓 以上內容歡迎收聽 舉行最新的調查報告揭露 東南亞地區的社交媒體 充斥著關於南中國海爭端的虛假信息 專家分析認為 這一波虛假信息公勢 是一場精心策劃的資訊戰 主要目的是要擾亂菲律賓民眾的認知 從長遠來看更有可能影響馬尼拉的決策走向 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宏在台北的報導 在馬尼拉從事教育工作的歐爾對美國之音表示 在中國和菲律賓的主權爭端越演越烈的時候 最近在網路上閱讀到南中國海的虛假新聞似乎越來越多 經常令人眼花撩亂 需要花額外的時間確認訊息的鎮藝 歐爾表示 大家在看到網上訊息之後 總是會說我們正在 或者是將會受到中國的攻擊 而且我們的電訊設備已經是被入侵 戰略以及經濟部門已經被入侵等等 諸如此類的事情 但是不單止是歐爾 在馬尼拉擔任公務員的薩萬沙欽 也都觀察到類似的現象 他對美國之音是這樣 沙萬沙欽表示 有些網絡鐵文展示戰鬥機以及軍艦的圖片 宣稱這是美飛兩國針對中國的協議內容 聲稱戰爭即將爆發 一眼看就能夠看出它們是假新聞 因為社交媒體帳號的名稱 看上來不似是合法的 而且圖片似乎經過大力的改變 沙萬沙欽表示 由於工作的關係 他平常需要閱讀大量的時事以及新聞 而假新聞因為手法操作 只要稍微觀察一下就能辨認到 但是歐爾則是認為 從這些資訊來看 這些假新聞會散播謠言以及恐懼 令到很多人感到困惑不可不申 歐爾和沙萬沙欽 經歷似乎和近期一項調查報告的結果一致 法新社較早時候是發布的調查顯示 假新聞在網絡上操控中國 以及菲律賓的船隻 在南中國海的暴力對抗以謀取利益 並且對區域安全系構成風險 法新社的制裁 自從菲律賓總統小馬科士 在2022年上任 並且在領土主張問題上 和中國對抗以來 社交媒體上就充斥著 誇大菲律賓防禦能力 或者暗示該個區域即將爆發 戰爭的鐵文 法新社揭露了一個傳統好的網絡 裡面有幾十個念書 亦是YouTube頻道 這些帳號引導用戶連結到 一個假新聞的網站 而網站似乎是用人工智能 快速產製造一些未經正式的內容 目的是為了賺取廣告的收入 對此在馬尼拉從事經濟產業工作的 潘德洛斯桑托斯就表示 雖然他沒有直接看過 跨大菲律賓防禦能力的鐵文 但是他是觀察到 在社群媒體上面充斥著很多 有關南中國海誤導性的地圖資訊 這些資訊不單止引起了 菲律賓社會上的混亂 甚至連他的親戚也都深受影響 開始質疑菲律賓在南中國海的主權 德洛斯桑托斯對美國之間表示 他的一個叔叔就相信 這張特定地圖 他就在我先前的家族對話當中分享 這張特定地圖實際上就是強烈聲稱 中國擁有特定的區域 就讓他認為菲律賓對此無法宣示主權 所以如果你沒有真正研究或者沒有念證 是個新聞訊息的話 可能家人以及親戚之間就會被此誤存錯誤的訊息 對此 菲律賓德拉薩列大學政治學與發展研究學系 副教授歐立就強調 這些假訊息活動並非是新鮮事 因為自從中國海警及海上民兵 開始對菲律賓採取挑釁行為以來 大量針對菲律賓海岸警衛隊 政府及武裝部隊的不實資訊 也隨之在網路上發酵 而這些假訊息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散佈恐懼 令菲律賓人民相信捍衛主權會導致戰爭 發生社指出 雖然與假新聞有關的社群媒體頁面 以及網站聲稱是從美國經營的 不過實際上這些網站大多數是在印尼、泰國、孟格拉、印度 和巴基斯坦亞洲國家 菲律賓國際研究組織的成員 印尼科高就分析 目前缺乏明確地指向中國 為散播假新聞來源的具體調查 要找到最終證據來證明這些行動 源自中國的團體 或者與中國政府有關仍然非常困難 但菲律賓輿論的想法也並非不合理 印尼科高透過電子郵件回覆美國之音表示 如果主要的敘事傾向支持中國利益 我們很自然會認為這些行動可能是由直接 或者是間接支持中國主張的團體所進行 而不是由那些看到利用這一類敘事獲利機會的網路水軍所做 因為這種類型的活動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政治見解 不過歐納更加直接地表示 充分理由相信這些假資訊是由中國政府 或者是與有關的機構所策劃 歐納表示 首先這些假資訊反映了中國官方推動的論述 當你看到中國外交部以及大型新聞媒體 比如是環球時報等主要管道 發布某種的論述的時候 你會發現社交媒體上面也在放大同樣的說法 這就是為什麼這些假新聞變得如此瘋狂 因為除了來自中國合法機構的正式聲明之外 有社交媒體上的網路紅人 也是網絡水棍在推波這些言論 歐納強調除了這些假資訊之外 北京贊助的或者是親北京的智庫 更加是持續舉辦大大小小的活動 不為餘力地在菲律賓宣傳中國在南中國海的立場 我們認為這是一場針對菲律賓的精深策劃的策略性行動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伯宏 台北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 中國教育部預測 2025年中國大學畢業生人數將達到1222萬人 再創歷史新高 不過隨著就業壓力持續加劇 很多大學畢業生陷入了畢業職失業的困境 部分學生通過偽造實習證明 或者依賴人事關係去尋找工作 另外有部分人就選擇 考研或者考公務員去規避就業壓力 導致學歷內卷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專家就警告 如果中國的就業形勢繼續惡化 可能會引發更大的社會不滿 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金谷在台北的報導 24歲的雅琪是一名法律系的應屆畢業生 目前在上海一家律師事務所實習 雅琪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 是說中國官方公佈的失業率毫無參考價值 因為她自己觀察幾年 身邊真正能夠找到工的學長 和學者和同學根本就不足三成 中國的大學確實有 要你在畢業之前想辦法找一份工作 提高整個大學就業率 這個當中造假非常多 很多就是隨便找一間公司 或者那種行政單位去蓋一個工章 象徵性說 某某某某在我們這裡實習 或者有工作感 然後他們就算你已經找到工 所以中國官方的大學生的就業率 是完全不準確的 純粹就是騙人的 她自認非常幸運才是在這麼嚴峻的就業市場當中獲得實習的機會 因為即使是985或者211這一類頂尖名校的畢業生 也都難保求職順遂 她舉例說自己老闆的兒子今年從上海師範大學畢業 由於主修文學類的科系就業難度更高 最終家裡只能夠找是一個在教育局工作的親戚 靠關係為她安排一個教師的職位 雅琪就說 很多畢業生會將去工廠打螺絲掛在嘴邊 嘲笑自己 系讀完大學四年 最終她只能夠做沒有技術含量的體力活 甚至有很多人將送快递和做直播主視為職業的選擇 中國大學生畢業了 男生就去當快递 女生就去做直播 做直播累了就點快递 做快递累了就看直播 就是流行的冷笑話 就業環境非常非常糟糕 雅琪說中國大學生畢業了 男生就去做快递 女生就去做直播 做直播累了就點快递 做快递累了就看直播 就是流行的冷笑話 就業環境非常非常差 是你找不到其他工作的狀況下 就去做這兩件事 20歲的韋德是來自四川重慶 高中畢業後 在奧大利亞大學學習法律 今年大二 他說自己選擇出國留學的一大原因 就是對國內未來發展和就業環境的擔憂 包括工作難穩壓力大 待遇不好 韋德形容他留在國內的同學 是每當是談到學習或者就業問題 就令他是倍感壓力 他說為了提升就業率 很多大學對學生的管理越發嚴格 學業的壓力和實習需求都隨之增加 一些學生甚至從大一開始 就拼命找實習 而找不到的人就花錢購買實習的機會 造假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 我們現在對大學生的管理和安排 越來越像高中了 很早起來上早讀 然後一直晚自習到八點半 或者上晚課上到八點半 就盡可能去限制大學生做很多課餘的事情 將他們整天就限制在那個環境裡面 好像管高中那樣去管他們 你如果去國內一些社交平台 小紅書之類的 你會發現會有很多 所謂的兩萬三萬人民幣 或者多少錢 他們能夠幫你搞一個 這個實習的證明 偉德指出大學生面臨就業壓力最直接的反映 就是考研究所和考公務員 隨著學歷內卷現象的一家劇 考研成為提升競爭力的重要途徑 也都成為部分求職失敗者的避風港 我們叫脫產考研 他們很多沒考上研究生 或者沒找到合適的工作 可能就先離開學校 然後在家裡面自己準備一些考試 研究生考試、公務員考試這些的 偉德說他們叫脫產考研 他們很多沒有考上研究生 或者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 可能就先離開學校 然後在家裡面自己準備一些考試 就是研究生考試、公務員考試這些 他覺得這個部分還是挺常見的 他說國內的經濟狀況不好 等各種現象使得同齡的人 對未來的期待值大幅降低 他對中國的未來也持悲觀的看法 認為很多權利和自由正被逐步壓縮 他說未來不會考慮回到中國發展 19歲的黃妍是四川省 成都市電子科技大學 格拉斯哥學院通訊工程專業的大義學生 他在接受美國資金採訪時說 對未來的就業前景表示樂觀 他認為學校提供了豐富的實習 和科研項目為學生創造良好的發展機會 使得畢業生具備較強的競爭力 他說大多數畢業生能夠進入大企業 或者科技公司就業 失業問題在學校並不普遍 他確實會比二三線城市就業機會多很多 因為很多外資企業或者是一些很大型的公司 會在成都設立一些分佈之類的 黃妍說成都確實會比好像是二三線城市就業的機會 是多很多 因為有很多外資企業或者一些很大型的公司 會在成都設立一些分佈之內 好像他們學校旁邊就有華為 或者是其他一些科技公司的一些分公司 近水流台才得越 作為理工科學生 黃妍說 李科生在就業市場上應用的場景 確實比文科生更為廣泛 但是他在大一的時候就感受到來自是同學的內卷的氣氛 並且逐漸意識到過度的競爭可能對心理健康產生負面影響 面對未來他並不打算過於執著與本科專業相關的職業 他認為適時放鬆追求個人的興趣與疫情 也是成長過程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有可能會很多最後從事一個自己專業並不相關的領域 比如說很多是會選擇做自媒體或者說會選擇創業 黃妍說有可能會有很多人 最後從事一個自己是和專業並不相關的一個領域 比如說很多是會選擇做自媒體或者說會選擇創業 就是人生不一定是要按照自己的專業 來這樣循規道舉發展 他覺得又是自己喜歡的 並且熱愛的東西追求也是好的 他平時都有一些寫作的習慣 他會慢慢積累 說不定是有一天他就會開一個自己的公眾號 或者是分享一些隨筆 做一個小作家也挺好的 中國經濟問題專家 美國南卡大學艾肯商學院港籍教授 謝田接受美國資金採訪時說 中國青年失業率逐年上升 經濟衰退是主因 隨著公司大量裁員破產小企業停業 導致就業崗位減少經濟下滑 直接影響就業年輕人和大學生的就業 至於當下的年輕人 謝田建議採取適應性的策略 有時候可能要放下一些身段 中國實戰教育培養了很多本科畢業生 謝田說有時候可能要放下一些身段 中國實際上培養了很多本科的畢業生 但實際上這個社會可能需要很多專科的畢業生 或者技巧畢業生就可以做的 所以有時候你要能屈能伸放下身段 薪水低一點你都去做 可以在底層磨練 在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如果經濟恢復的時候你才有更好的機會 以上是美國之音大學記者金谷在台北報導 電動車製造商希望在當選總統特朗普領導之下 能夠實現持續增長 特別是在特斯拉的首席執行官馬斯克 現在似乎在特朗普的高級戶民的情況之下 更加是這樣 據美國之音記者杜羅 從洛杉磯車展發來的報導 特朗普在他的總統競選初期 曾經攻擊拜登對電動車的支持 特朗普曾經說 想想拜登想要實行電動汽車令 將會預示美國汽車產業消亡 在特朗普競選的最後一個月 他從電動車公司的首席執行官馬斯克 獲得了大力的推動 特朗普正在大型美國汽車公司 特朗普正在第一次發生的美國輸行公司 和他一輸行公司 特朗普讚揚馬斯克創造了幾代以來 第一間大型美國汽車公司 馬斯克的火箭公司 是美國現在能夠將美國輸航員 送入太空的唯一途徑 自從特朗普贏得選舉勝利以來 馬斯克已經同意加入了特朗普的新政府 幫助提高效率 馬斯克的電動車公司 特斯拉的股票 自從選舉日以來 已經大升超過25% 市值在兩年來 首次突破了一兆美月 這樣電動車製造商 對一個囊固了特斯拉老闆的 特朗普團隊有什麼期待呢 在洛杉磯車展上 希夫·斯坎德正在展示四電車 全電動的超級跑車 希夫·斯坎德說 想到伊隆馬斯克在特朗普內閣 令他感到超級拼粉 而且總統認真聽取馬斯克的建議 他認為這對美國工業來說是非常有力 不單是電動車而是各個領域 他說美國的目標是要更有競爭力 特別是受到外國競爭威脅的時候 特朗普保證要提高進口關稅 在美國製造的電動車可能會更具競爭力 南韓汽車製造商現代的發言人約翰森說 該公司將會在美國佐治亞洲生產電動貨車 約翰森說Eon Q9在當地生產 佐治亞洲還有兩間電池合資工廠 因此電池也將會來自美國市場 汽車也會在美國市場生產 所以他們是致力於美國市場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道羅 洛杉磯報道 聽過以上的報道之後 結束了這一節的美國之音粵語節目 我們在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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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t